中国国际影星张子怡 2012年5月被传出赔税事件 美国博讯新闻网报道说 他在11年间赔税高官负商等 净赚超过7亿人民币 也就是近1亿美元 这一事件爆出后 张子怡立即委托律师 以诽谤侵犯隐私 可以干预可预期经济获益 等5项罪名在洛杉矶提出诉讼 控告博讯新闻网的美国母公司 China Free Press 以及报道记者孟维参 张子怡也将转发这则消息的 香港《苹果日报》 以及《易周刊》同时告上法庭 在今年11月29日 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领了此案 结果是高院裁定张子怡一方胜诉 并当场直接评估了对张子怡的赔偿 紧接着在12月14日 被控诉的博讯新闻网 也在她的英文网站中 发表了公开道歉的声明 称该条对张子怡的报道不实 正当大家都觉得此事 已经趋于明朗时 一则惊人的爆料 又在北京时间12月16日 突然传出 该条消息称 张子怡已经和被控媒体 以及记者达成了私下和解 更有某律师对这一结果做出解读 会和解 绝对是媒体有部分讯息正确 一时间 大家又开始了 对这件事情的种种揣测 然而 当人们还没等回过神来 张子怡就在当日下午 通过微博做出回应 对于此事 她态度明确 绝不妥协 并透露说 12月17日 将发布美国联邦法庭的最终判决 联邦加州中区法院的法官 波纳尔 17日如期宣布 张子怡议案的原告 与被告达成和解 但双方需要在2014年1月31日之前 递交一份合理的合约 或者一份重新开启案件的动议 否则 此和解动议 就会在2014年2月1日被法院驳回 这个冬天 用张子怡的话说 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从10月开始 就连续掌获几个奖项以后的张子怡 不仅在事业上如日中天 也同时找到了王子 赢得了道歉 虽说汪峰是没有上头条的机会 但是他的忘期能力 还真是给力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